副透彩的程式码里面就是第四页这里 关键其实就是你从哪一列放 你就K等于哪个数字 然后关键地方就是这个 将来这个K就放在那 你要输出的那个 然后把你找到的号码放到里面去就可以 关键地方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K如果要往下继续增加一列的话 就K等于K加1 所以这个以后如果类似的状况 你可以把它稍微做模仿吧 OK 那这个地方这种写法将来蛮多地方都可以类似的方式 就是你找到的放在另外的地方去 就可以类似用同样的方式来写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是按照什么 按照那个就是顺序 因为现在是找到 它的条件是只要是我往下找 往下这个排名也没有 往下找到只要是小于等于7 它就帮我把这个号码放过来 它不会按照说它是1到7 所以理论上应该怎么样 如果你要修改这个程式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 主要是在哪个地方要动一点手脚 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本来是小于等于7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 这个地方本来应该是找小于等于7嘛 那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 把它改一下 其实应该怎么改 把它修正一下 这个地方可以多一个追 那本来是小于等于7的 那我们应该把这个追放哪个位置 特别注意 那这个追主要是 它里面会需要产生的是1到7 所以我们应该是在城市里面 应该怎么改 第一个 我在原来的城市的外面 所以我这边 这个先删掉 原来城市是这样 就是 这个是小于等于7 把它先改一个 这个什么呢 改一个等于 改成等于追 追的这个号码 当然第一次一定要是1 第二次就2 一直等于到7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产生这个追的话 它的号码是1到7 那很简单 我们可以在这个for回圈外面 特别之后再加一个for回圈 for追等于1到7 帮我做一个变化 OK 也就是说这个追的词 第一次给我1 第二次给我2 一直到7为止 那外面的话 特别之后再一个nest 不过这个变成稍微有点复杂 就是回圈会变成有两个回圈 那里面这个回圈 i回圈 先记得把它往里面再按个tape键 缩排一下 不然的话如果两个for看起来 其实不容易辨识 所以这个是外回圈 这个是内回圈 先跑这一个 那它会先做什么呢 先把1先放在追里面 接下来的话呢 底下这个范围 就是从头到尾帮我检查过一遍 如果找到等于1的 也就是在里面找到1的话 再帮我把那个 找到1的那个数字 帮我call到哪里呢 call到第二列的第一个数字 这边放在这里 OK 然后1之类推 再来的话呢 全部找完了 1到40 2到43全部找完 NAS就换J回圈 J就等于2 意思就是说再找2号 全部找完之后再找3号 直到7号为止就跳里回圈了 OK 这个程式逻辑应该可以懂吧 只是说大概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点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试试看 所以如果你程式写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 最后是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OK 这个把它删掉了 因为我没写清楚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我试个中断点 先在这边停一下 跑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追 现在等于1嘛 等于1的帮我找找看 有没有找到 找到括过来 我们把它找一下 那基本上我这边设个桌子 找到的 找到的话 它找到304 看1是不是304 1 34没错 帮我call到这边来 34call过来 所以这一行下面这一行 就是call过来34 OK 然后呢 K等于K加1嘛 跟刚刚一样 换到下一列了 然后再来的话 怎么 再继续 不过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 如果已经找到了 其实理论上 就不需要继续找了 因为只会找到一个号码 比如说第一名 不会有第二个号码 所以怎么办 其实理论上应该这样 在这个 找到之后 有没有 K等于K加1之后 其实你可以多写一个 这个不写 其实大家也没有关系 就是说 它会跑那个多余的部分 但比较OK的话 你可以多写一个叫 Is this 什么 Is this 4 为什么要 Is this 4 就是意思说 我找到了 不用继续找了 找到了哦 不用再找了哦 这个当然写的好处 就是说 可以让程式怎么样 找到这边就不要往下了 不要浪费时间了 不过因为现在电脑都太快了 你根本感觉不出来 没写跟有写 以这一题来看 完全没感觉 因为那个相差 可能是百万分之一秒 百万分之一秒 什么概念 根本没什么感觉的意思 因为那不太快了 OK 只是说因为我们追求 可能将来写作 应该是比较 要注意到 OK 不然的话 以后你就没写这个 假如你跑的 资料量比较大的话 当然就有感觉了 OK 然后NAS 好 继续 其实里面应该跳离了 好 那跳离之后的话 就找下一个 找到了下一个 下一个理论上 应该是找到 21号第二名 然后帮我放过来 然后K等于K加1 那多一个这个的话 它就直接离开了 有没有 不用往下找 不然的话浪费时间 OK 特别叫这个地方 很重要 因为不用再多浪 只有NAS NAS追 指的是下一个号码 三号 找三号的 一只类推 所以全部找完之后 全部帮我列出来 第一 二 一直到七 OK 那就全部找 所以其实刚刚 如果我要 按照那个顺序来找 一二三四的话 主要 第一个 把这边本来是小一等于七 改成等于J 第二个的话 在for回圈 在这个forI外面 多一个forJ 等于一到七 其他还有这个 这个Is this for 其实没加没关系 不过加的应该会更好 OK 大概是这样的写法 好 那再来的话 这个写完之后 待会的话 我们就要再写一个 就是也是一样 如果我今天 希望 把这个全部 这B栏到E栏全部清除 然后呢 再把结果 在整个输出 看一下 我刚刚可能把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希望做的 就两个按钮 一个是把这个清掉 一个是再重复 做出结果来 如果用VBA的话 该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就是 如果我前七名的 这个列表 我是希望按照 一到七帮我列 的话 程式该怎么写 其实就改 刚刚讲过的三个地方 试一下 我先让我来说 这很久 我先给你 先给你